花蓮縣第十六屆縣長盃原住民傳統射箭錦標賽 23號的上午是在德新運動場草坪盛大的展開 來自花蓮縣61支的隊伍近400位的好手齊聚一堂競賽 原住民行政處希望每年都能夠透過這場活動交流的舉辦 大家可以學習傳統的記憶 傳承原住民的精神 讓傳統文化繼續的發光 一年一度的縣長盃原住民傳統射箭賽 23號上午在德新運動場草坪盛大開賽 這項賽事今年邁入第十六屆 來自全縣各鄉鎮的參賽隊伍 報名一樣踴躍 來賓們在原住民行政處長陳建村邀請下拉弓射箭 為活動揭開序幕 今年總共有387位選手 61個參賽隊伍 總共分11個組別來競賽 我們都知道花蓮在我們台灣是體育大縣 原住民更是國手的搖籃 所以我們花蓮縣政府每一年都舉辦縣長盃傳統射箭比賽 希望能夠讓我們所有原住民參賽的選手 從我們祖先智慧的傳統弓箭裡面學習各種運動以及射箭這樣的一個技能 另一方面也讓選手彼此能夠交流切磋更提升我們的成績 比賽分為團體組以及個人組參賽者需要自備弓箭 以傳統木工或者自製足弓為主 每位參賽選手都拿出看家本領 希望爭取好成績 有住民行政處長說透過每年競賽活動交流 大家可以習得傳統記憶傳承原民精神 讓傳統文化繼續發光 記者劉明勝花蓮採訪報導